今天看到这些受实化股和油腹股 都可以变得比较稀少 中科油腹283 涉及超过4% 但是问题是 股价才变得挺好 但其实上周发了刑警 预计去年顺利大减最多是九成一 事关期内涉合了一笔 总值20亿元人民币的计题 固定资产减值亏损 如果你用2020年全年顺利27亿去计 即是去年的顺利会大降到 大乎2.3亿至3.5亿之间 就是2018年日历表现最差的一年 但你看到近期中科油腹的股价表现 其实已经重返了 去出刑警前的水平 究竟中科油腹为什么股价会这么有引力呢? 我想这个消息面来看的时候 都是一个会计入账方面的安排的别像 对公司的现金流来说就不会构成一个影响 暂时去看的时候 以业务上去看基本面其实没什么影响的时候 所以市场近期的焦点都是看回国际油价的表现 始终地缘政治的风险在增加的时候 都令到油价一直在一个高企的位置 都令到一众的石油石化股受惠 所以今天来说除了这个中海油腹之外 也都看到有其他的股份 都是有一个上升的趋势在那里的 好 那大行怎么看这个中海油腹呢? 其实它都唱好的 尤其是它海外的业务前景 比如说花旗 他们就说中海油腹海外整体的大型设备的使用率 会在今年第二季显著回升 第二季回升到7成6 现在第一季大概是7成左右 相信海外业务的收入贡献去年已经足底了 今年开始反弹了 大摩也都对海外业务复甦有信心 估计因为高油价 和中海油腹自己的海外业务改善 觉得会再进行这个固定资产计提减值的机会是较低的 聂长 其实今年中海油腹的表现 会不会真的很关键性 就是取决于海外业务的復甦或者增长动力呢? 暂时去看的时候 就是几间大行其实都提到这方面的业务的时候 变成了倾向上来说 都可能对于它的股价表现 这个方面就会比较敏感一点的 但是到底这方面的业务 它相对上来说 实际上占集团来说的收入 以至盈利的贡献方面会有多少呢? 这个倾向上都是要去回来一个中期报告的时候 才可以有一个明确一点的讯息 可以看得到 所以暂时去看的时候 因为这些大行 倾向上它定那个目标价 和那个投资评级都是正面的时候 所以暂时市场都对这个股份的前景 就倾向上去看好的